各位同学 我们这节课来继续学习芒果DB的流水线技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成 我在大上节课布置的那个作业 来统计一下不同年龄层段的选课情况 那我们呢 还是回到我们图形课后端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同样还要设置不同的这个stage 不同的工人来帮我们做 那第一步呢 我们去这个match 先把这个没给年龄的同学取得 这些人都没统计结果没有意义 没提供年龄嘛 然后我们做的 这次我们先做一个product 干嘛呢 减少我们的数据量 你不就要统计你的这个课程的数吗 那我简单直接一点 我age还是继续要 但是呢 我这个 我先加个字段 cosis count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 我们每个同学的 这个提供这个cosis的数字 里边有多少个元素 这个size嘛 我在match后面 紧跟pro这个的好处就是 在第二步我就把数据量 给缩减了 这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在我们做这个流水线技术的时候啊 这个内存总量是有限制的 它一般只给你提供 特别是排序啊 还有group的时候 只给你提供100兆的一个内存 当然2.6以后 它在排序上 它提供一个外排序的支持 但是毕竟外排序也需要额外的开销 没有意思 那我们其实为了避免这个限制 我们先把数据量给减少一下吧 其实100兆这个也蛮大的了 我们再把数据量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这100兆也够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应该是我刚才少打了多少号的缘故 好 这个错其实也很常见 他说这个size后面一定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size后面一定要接一个array 那我这提供 当然这不是array吗 有毛我db是一个弱结构化的语言 这个concept对有的人来说是array 但有的记录里可能没提供 它就不是个array 怎么办 那这里我们还得再交演一下 这个也要存在 来保证它是个array 好 这个就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检查了这coses之后 那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经过两步留着线之后的数据 有id 然后 年纪 有我们的每个年龄的 它这个选课的一个 一个count 这等于把我们原来的用户 给project了一下 那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针对年龄进行分组 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再做再通过group来进行分组 那就通过group做一个分组 然后那就简单了 我们直接又通过一个 我们叫做平均的这个 课程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count了 那它到底什么呢 简单点吧 就叫这个acc吧 好吧 然后 它是 我们前面设置的那个 coses count 那我现在就排了序了 对吧 像21岁的这个年龄成段 就分了组了 21岁年龄成段平均每人选1.5门课 20岁平均每人选3门课 19岁每人选2门课 那如果大家愿意 可以在这个下面 再加一步中排个序嘛 算了 那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acc 复义好了 从播到上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20岁的同学 平均每人选的课程 最多 那前面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选课数量 但如果说我们想对同学们做一个 选课 同学们的选课问题 做一个多样性的统计 看看不同年龄成段 哪个年龄成段 他选课的种类多 怎么办 又不是一个数量 简单数量的叠加 我们需要把那个数组展开 然后再再来分组 对不对 怎么办 那前面还是一样 还是先match一下 符合要求的 年龄得存在 它的课程也得存在 拿出来 然后我们还是project一下 那project呢 这次我们不拿count了 因为我们这套对选课种类嘛 那我们就先把cos 拿出来 这个分个1 拿出来了吧 然后我们做一件什么事 我们先把后面这两个删掉啊 删掉 那我们要把这个数组来展开 然后来进行统计 对不对 那就用到一个 这个叫r1的这个 这个名领 它展开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课程 让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它等于给大家看的更好一点 我们这个投影可以这样做 直接对这个课程的名字做投影 大家看了啊 这个19岁这个人 他不是选了三门课吗 你把它展开成三门记录 三条记录 就如果不加这个的话 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不加 那他就是这个19岁这个同学 啊 他这两门课啊 都都放在这 如果说我加了 他就把它拆成两条记录 每条记录一门课啊 19芒果DB 19 Java 22岁的Java 22岁的Java 又是22岁的C++ 结果它展开了 好 那有了这个结果 我们再做一个什么事呢 加个逗号 这是个数组 所以说 每个stage之间都要有个逗号 我们再group 那我们根据什么来group呢 那我们根据什么来group呢 根据年量来group 因为不同年量的统计嘛 对不对 要注意这个命令了 那现在我们重新 来合成一个这个cosis 我们换一个名字吧 防止混淆 叫cnames 把这些名字 把这些名字 给合并起来 使用这个names 然后呢 接一个 i to set i to set 谁呢 点那 大家可以看个笑 好 可以看到啊 那就把 因为我们是i to set 就是说你同名的 会被合并掉 因为我们不是不同种类的统计吗 可以看到啊 现在21岁的 三个课 芒果db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原始的数据啊 看个对不对啊 这是最早的那个数据 插的数据 对不对 现在21岁的 应该是两个人 对不对 他有这个Java 有C++ 芒果db 总共三门课 看看我们这个对不对啊 刚才那个21岁的 再看一下啊 最终于把21岁的两名同学的三门课 给合并到一起啊 这个就达成了我们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数量再统计一下 就用我们上几课学过的那个命令 再project一下 好 怎么办呢 那这个 ID我们还是要的 然后我们要一个它的 Names也是要的 我们再搞个CC 还怎么办呢 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印象啊 就上一课学过的 我们size一下 根据谁来呢 根据这个CNames 我们课程的名字 就得到了一个 新的一个 一条记录的 然后再干嘛 我们再来做排序 根据谁来排序呢 根据CC来排序 那其实这个结果就已经出来了啊 21岁的人选课种类最多 他们总共选了三门课 20岁的人也是选了三门课 其次 然后19岁的人 总共选了两门课 选了Java是芒果DB 这样其实帮助MED学院 针对不同年龄层段 他们的选课种类 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 我们这个流水线技术在芒果DB中啊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浏览一下这个官网 它这个有一个页面 大家可以搜一下 这个 这个stage operators 然后这个因为刚才不说一步一步的嘛 每一步都是stage operators 这个名字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可以在流水线中使用那个 二维的地理座标来搜索 这有的时候很有用 这个不容忽视 啊 我们这节课呢 我是使用了这个命令 M1的 来把一个数组给展开 当然芒果DB也提供一些 对数组直接操作的operators 就是它这个sat operator 它来把这个数组啊 当做一个集合对象来进行处理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应该也可以解决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这个后面就是一个比较的一些operators 大家有兴趣啊 我们还是用了这个对不对 来做这个平均数 做加减法都可以用 这还有一个string的 我这次做这个比较简单 我就没有用到string的operator 它可以把string拼装啊 两个string接到一起啊 所以也可以把这个string 转换成这个 都大写的或转换的 都小写啊 用这两个命令 这在统计中也非常有用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 忽视大小写怎么办 把它都转成小写 现在还有一些 根据这个全文搜索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呢 有的时候对要 你要对时间日期进行分组啊 你可以用这个 得到它的这个 年月日 然后进行分组 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operator 因为时间所向 我实在是没法一一 给大家来讲解这些命令 但是总体的思路就这样 你定义每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把它拼装到一起 来达到一个统计的效果 那我们的流水线技术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广泛阅读一下 下面呢 我们会讲这个macreduce 也是非常传奇般的这个基础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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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